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可能北方的朋友喜欢用白菜炖豆腐或者白菜炖粉条 想念今天就用这两个土豆和这颗白菜给大家分享一道四串的做法 这一颗大白菜比较大哈 我们肯定也是吃不完的 还是先搬几片叶子下来就够了吧 土豆直接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加入一点清水把它的淀粉给它清洗掉 大白菜直接把它清洗干净 白菜帮从尾部这里给它切上一刀 然后这样子打斜刀把它片成片 片成片的主要作用是方便它快速成熟 并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再准备一小块猪瘦肉 直接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度大约就是三毫米左右 切好的肉片里面调味一点的盐 鸡精 胡椒粉 然后加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下面再加入两勺龙家自产的红薯淀粉 这里用红薯淀粉的口感才会好一些 再次用筷子把它搅匀即可 锅内下入一块猪油 做这道菜的话我觉得用猪油会好吃一些 猪油炒化之后下入姜葱爆一下锅 再丢两颗干花椒 然后下入切好的土豆 一起把它们翻炒一下 下面加入少许的水 烧开之后调味少许的盐 鸡精 这里就不需要过多的调料了 转中火先把土豆煮两分钟 接下来把这里面的姜葱夹出来不要 然后转最小火下入刚刚码好的肉片 这里肉片大家记住 一定要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夹下去 不能一坨全部丢下去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咱们在下肉片的时候 一定要关最小火不能用大火 如果用大火的话 下去这个淀粉全部给它冲掉了 汤就昏掉了 肉下锅全部定型之后 我们用筷子轻轻的这样子给它搅动一下 防止它们粘锅 接下来转中火 肉片煮熟之后下入切好的白菜 搅匀再给它焖上个一分钟 白菜就熟了 白菜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下面关火出锅即可 出锅了 最后撒上几颗性感的葱发美味即成 非常美味的一道土豆白菜 肉片汤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非常的清淡下饭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还是先吃一块这个肉吧 这个肉因为表面裹上了赫赫的一层粉嘛 吃起来比较爽口 然后大家肯定会说这个菜太清淡了嘛 看着都没有胃口没有辣椒 然后我们就准备了一个蘸水 这样子蘸一下蘸水就有胃口了吧 饭已经吃完了哈 今天用了这个小碗吃 吃了三碗 再喝上一点这个汤 汤也特别的鲜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大一箔箔 只剩这一点点的 吃饱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还得洗碗 因为先吃完的不管 后吃完的洗碗嘛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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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